继iPhone 13系列发布之后 苹果熟悉的一个月一场发布会真的来了 一开场厨子就把新品锁定在音乐和Mac两个领域 也就是说这场发布会没有额外的惊喜 最开始介绍的就是更便宜的Apple Music订阅方案 声控方案 它的订阅价格为每个月5元 是个人标准方案的一半 因此它并不支持AirPlay 空间音频 无损音乐 歌词显示等 HomePod mini也推出了蓝色 黄色 橙色 三个新配色 这操作我熟呀 iPhone 12就是这么玩的 AirPods第三代是首个重磅新品 外观设计上和此前曝光如出欲辙 基本上等同于没有耳塞的AirPods Pro 它们同样都具备IPX4抗汗抗水能力 最大的升级是支持了空间音频功能 耳机的充电盒变得更宽更扁 支持无线充电 同时也支持MagSafe磁吸充电 单次续航时间提升至6小时 配合充电盒最高能够提供30小时的续航能力 充电5分钟 使用一小时的快充也有了 除此之外 AirPods三采用了全新的低十支度驱动单元 新加入了自适应均衡器 这些都能让你有更出色的声音表现 耳机柄区域新增力度感应器 能实现播放暂停切换歌曲等功能 目前AirPods三已经在苹果商店接受订购 价格为1399元 将在10月28日正式发售 其实我是不懂为啥 把这个耳机曝光了将近一年才发布 本次发布会的主题来炸场主要集中在芯片和MacBook上 M1芯片 却是更新了 只不过名字不叫M1X 而是M1 Pro和M1 Max 没错是两款 没想到芯片也能玩起中杯大杯超大杯的套路 首先是M1 Pro芯片 这个芯片采用了5纳米制程工艺 10核CPU其中包括8个高性能核心和2个高效能核心 官方表示它的CPU性能表现比去年的M1芯片提升了70% GPU部分升级到了16核 200GB每秒的内存带宽 让M1 Pro最高支持32GB内存 同M1一样 M1 Pro也在视频边际能力上有着低功耗高性能的特点 并且这颗芯片增加了ProRes加速功能 至于M1 Max CPU部分和M1 Pro一样为10个核心 最高拥有32个GPU核心 内存带宽在M1 Pro的基础上再翻倍 达到了每秒400GB 最高支持了64GB内存 这对于那些追求顶级性能的专业用户来说 确实更有优惑力了 这两颗芯片都拥有低功耗高性能的特点 发布会上 苹果用了很长时间去描述它在对比同样性能产品时 它们在功耗方面的优势 同时苹果也强调 M1 Pro和M1 Max即使在不连接电源 仅使用电池供电时也能够提供最高性能 压轴出厂的全新MacBook Pro确实够炸 分为14英寸和16英寸两个版本 除了M1 Pro和M1 Max芯片 外观采用了全新的设计 类似于PowerBook的复古造型 边角过渡非常圆润 并且还重新启用了Mac Save 3充电接口 HDMI接口和SD读卡器也回归了 只留下了两个Type-C接口 这应该是苹果近年来打脸最狠的一次 屏幕还真的采用了爆功能的刘海屏设计 但并没有Face ID功能 而是集成了画质更高的1080P摄像头 为了弥补刘海造型的不美观 苹果将Mac OS顶部的菜单栏和刘海所在的横向区域 进行了融合 官方使用了Liquid Rain XDR显示屏这个名称 14英寸版本屏幕分为率为3024x1890像素 16英寸版本屏幕分为率为3456x2160像素 付出意外的采用了miniLED背光 常规最高亮度1000尼克 激发亮度为1600尼克 这是原材显示P3广色域和120Hz的ProMotion动态刷新率 硬件规格上M1 Pro分为三个版本 CPU GPU核心数分别为8加14 10加14 10加16 而M1 Max分为了两个版本 CPU GPU核心数分别为8加24 10加32 两款芯片总计5个版本 覆盖到了两种尺寸的MacBook Pro上 其他细节 新一代Mac Pro的扬声器 麦克风键盘均用升级 另外特别要说的是 它的续航时间相比之前也大幅增强 一方面是电池容量本身就大 另一方面再加上苹果芯片的出色能效表现 所以它的续航表现更是非常优异 而且在使用电池供电时 性能也能够保持充分的释放 在价格方面 MacBook Pro与去年的M1 MacBook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具体来看两种尺寸的版本内存有16GB 32GB 64GB可选 固态硬盘只有512GB 1TB 2TB 4TB 8TB可选 对应到售价上 MacBook Pro 14的起步价格为14,999元 顶配价格为44,499元 而MacBook Pro 16的起步价格为18,999元 顶配价格为45,999元 好了以上就是这次发布会的全部内容了 M1 Pro和M1 Max两款芯片的性能确实够炸 14英寸和16英寸MacBook换代的幅度也够彻底 但相对人员价格也确实够炸 不知道你的钱包准备好了没有